第八十五集 黑色的悬兵内不断有光滑闪现 但足足过去了数十席的时间 无良道士才以神光破开尖兵 震落下一地的冰块 此刻他满脸青紫色 嘴唇都在颤抖 无良个天村 冬死刀也了 他浑身都在颤抖 哆哆嗦嗦的 身体不断溢出神光 驱逐寒气 可以看到阵阵黑色的雾气 从他体表冒出 周围的植被 瞬间被黑雾冰冻 而后刹那皆化成了积粉 远处 叶凡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选择这座黑潭 只是觉得足够深而已 没有想到这般可怕 坠落在地上的那些尖兵 将方圆十米内的一切冰冻了 很多石头都已经裂开 叶凡隔着很远 都能够感觉到一阵刺骨的寒意 道长 没有捞到吗 我下千数千米 在途中看到一块破碑 上面写着明潭两个字 神不见底 根本不知道这黑潭到底有多深 道长 你开始干嘛扔掉 现在后悔了吧 不要说了 见道士一脸气急败坏的样子 叶凡差点大笑起来 他心中大爽 但脸上却露出无比紧张的神色 难道真的是宝贝 胖道士脸色铁青 气得走来走去 我 我跟你们没有共同语言 叶凡拾去的走到一边 摘了两枚野果子 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 胖道士见他魂不在乎 还有心情吃野果 气不打仪处来 沉着脸 你这个天底下最大的败家子 居然将他给扔进身盘中 我 我 我恨不得杀了你 道爷 是你自己先扔掉的 怎么现在怪物头上来了 你开始 也不是将他当成破烂了吗 我 我 我恨哪 无良道士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 此后 扑通一声 再次跳进了神坛中 这一次 足足过去一个多时辰 胖道士才冲出水面 完全成了一个大冰块 无光闪闪 寒气刺骨 叶番远远的躲开 这一次 无良道士花费了一刻钟的时间 才破冰而出 浑身黑紫 全身毛孔都在向外喷涌黑雾 山岭上的一大片地域都结成了黑兵 草木凋零无尽 很多山石都冻裂了 好长时间后 无良道士才恢复过来 腿燃地走出兵区 一屁股坐在地上自语道 我 我好恨哪 旁边 叶番心中暗爽 这缺德胖子如此沮丧的样子 让他感觉畅爽无比 突然 无良道士像是想起了什么 惊得跳了起来 他望向远处的火火山 又望了望眼前的黑色寒潭 我明白了 腰底有两座坟轴 一个是杨木 一个是隐坟 叶番被他吓了一跳 道长 你在说什么 胖道士不理他 认真地在地上滑刻了起来 将火火山与黑潭标注在地上 而后又将周围的地形 按照一定的比例 全部地描绘了出来 无良的妈个天尊 果然是这样 雨衣一扬 报首太极 力量源泉心脏葬于杨木 真正的冰冷尸身葬于在阴粉 无良道士脸色阴晴不定 他背着双手 皱着眉头 走来走去 有地果然名不虚传 竟然设下杨木与阴粉两座坟种 此地 是他故意留下的破绽吗 胖道士盯着远处的火火山 又凝视近前深不可测的黑潭 两道眉毛快拧到了一起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座阴粉大不简单 进去多少人死掉多少人 道长 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叶帆在一旁插嘴 诚心气我是不是 无良道士 现在怎么看叶帆就怎么不顺眼 你这个败家子 干脆下去跟妖帝作伴得了 别 道长 你别把气撒在我头上 这个真的不关我事 哎 无良倒是一屁股坐在地上 神情沮丧无比 虽然我发现一个惊天的秘密 但是却没有办法打开阴坟 我料想下边一定布下了必杀之举 刚才我如果下潜到黑潭底部 进入阴殿的话 恐怕已经不存余时间了 这么说来 东荒人族至宝荒塔 在这黑潭下的阴坟中 叶帆坐在远处的一块山石上 没有靠太近 免得出眉头 怪不得 那五个大人无论如何也寻不到荒塔 原来镇压在这里 无良倒是没有理会他 露出思索的神色 随后在地上滑滑克克 似乎在推演杨木 与阴坟的种种联系 最后他长叹了一口气 露出无奈的神色 错失之宝 旧然发现金氏阴坟 但却进不去 承认他大爷的悔恨与苦恼啊 那里不是有几个大人物吗 叶帆示意火火山上空的五位决顶强者 族然是他们进去 恐怕也难以全身而退 这是一个必杀之局 杨木是腰底故意留下的破绽 将妖族之宝 以及他的力量源泉留给后人 而这里 才是他的安息之地 不容外人打扰 泄露杨木 是为了遮盖阴坟 也许 还有其他的妙用 一阴一阳 报收太极 悬而又悬 说到这里 无良道士露出怅然的神色 除非有东荒人族的质宝 不然的话 纵然有盖带强者 可以破解必杀之局 但也无法定处阴坟 他会冲入东荒大地之下 如龙龟大海 将无击可寻 荒塔居然这么深意 可以定处妖地阴坟 比盖带强者还要强大 叶帆露出惊讶的神色 当然 无良道士露出向往的神色 据传 荒塔存在无尽岁月了 到底是从什么年代流传下来的 根本不得而知 这个世界 没有他不能镇压的人与物 有这么可怕吗 胖道士露出悠然神往的神色 自古以来 关于仙到底存不存在 一直没有定论 谁也难以说清 但是 在东荒关于仙的每一则传说 都与荒塔有关 叶帆露出压似 与荒塔有什么关系 据传 在这无尽岁月中 东荒曾有仙出世 有数次被古籍记载了下来 这几次无一例外 这几名仙 全都被荒塔给震死了 不会吧 荒塔这么可怕 叶帆相当吃惊 关于仙究竟是否存在 当今之事没有定论 但是 却可以想象 仙若是存在 必然凌驾于世间 一切修饰之上 强大如此 都难以抵挡荒塔阵压 这实在是有些 害人听闻 自然可怕 不然这么多大人物来此作甚 我想用不了多久 便会有圣地之主亲自驾临 毕竟 东荒实在是太大了 有些人得到的消息较晚 一旦知晓 肯定会布下道文 直接横渡虚空而来 荒塔到底有什么来头 如此的不凡与强大 叶帆心中难以平静 传说 早在东荒有生灵诞生之前 他就已经存在这个世上 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可惜啊 倒数的宝贝 让道长你给扔了 将至宝当成废铜烂铁 叶帆摇头叹气 故作姿态 闻听此言 无良道士的脸色 短时很难看 比绿铜的颜色还要绿 愤愤不已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已经到手了 道长 话可不能这么说 是你自己先丢掉的 真是 可惜了那座荒塔呀 谁告诉你它是荒塔 我哪句话说 它是东荒人族质宝了 叶帆非常惊讶 那既然不是荒塔 你着急上火干嘛 不就是一块烂铜吗 我也觉得 它跟荒塔没什么关系 你懂什么呀 小屁孩一个 懒得理你 无良倒是憋了一肚子火 不愿再多说 吕铜的事情 谢谢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